那么善道大死 于四十八愿中 称 定称正确 这就是这一愿 第十二愿 光明无量是第十三愿 寿命无量是第十五愿 祝福称赞是十七愿 于生命必生第十八愿 这个五愿为真实愿 四十八愿里头 这五愿是真实愿 是最重要的大愿 什么愿都不能跟这五愿相比 是为四十八愿之心有 可见此愿是神弥陀 洪世之心碎 四十八愿的心碎 逼父崩坏 这是说阿弥陀佛 直视为一切众生 决定称佛 为实现此愿 那又生念必生 这个殊生大愿 众生一词 最简单最容易 最圆满最顿急 这是进度 念佛往生 那就决定称佛了 念佛的人很多 几个人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他认识不够啊 为什么认识不够 业障甚重啊 虽然天天念他 不解不理解 不懂啊 没有人给他详细说明啊 念佛慈悲 我爱你 病魔禅身 痛苦不堪呢 还是完成这步出去 我们想到这一点 不能不感恩 不能不佩服 他为什么 他跟阿弥陀佛一样啊 希望众生因这个法门 一生得度 都是慈悲到极处 没人认识 我们万年才遇到 念老幕后这句话 于衷心肠 这是金宗 是法门里面的进路 念佛往生 皆苦臣服 念文中分别之 思量 识别 诸识与理 约分别 这是第六十七作用 那第六十 是思量分别 以失望之分别 为体现 这个虚妄的体现 是什么 是阿赖耶 那阿赖耶是 前七色 所译的 皆往日 无分别法之上 而分别 我分别法 故称为分别之后 迷惑 断词分别之后 为之 无分别之 为时书记 第七月 玄奘大四 诸诸 因分别之 有漏三界限 心 心俗法 一望分别 为自体 通通 以第八十 这就是 第七 第六 前五 通通通 通通是一 第八十 为时书记 第七 诸诸 分别之 有漏三界限 漏是烦恼 烦恼 吸气 没断 三界 欲界 四界 五十界 六道 凡夫 心 心俗法 二 八十 五十一 心俗 六道 终身 立不开 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 认为是过我 错了 那 愿文中 原理 分别 且 写出 分别之 忘乎 这一句 真正的意思 就是 把八十 五十一 线索 放下了 八十五十一 心俗 忘乎 就是无名 那 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 不存在 现在 量子 烈学家 为我们证明了 确实 我们没有看到 阔学家的报告 对这个 已 失踪 美法子团 那 你说它 虚妄 明明有啊 怎么是虚妄 的 那 看了量子 力学报告 才知道 真的 不是假的 这种幻象 在我们面前 我们竟然 一丝毫的觉察 都没有 从 生下来起 到现在 八十九年了 我们有丝毫干处 为什么 它频率太高了 高到什么程度 弥勒菩萨 跟我们说 现在科学 还没有达到 这个水平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 波动 波动的数字 波动多少次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 太快乐 从早到晚 二十四小时 六根所接触 六层经济 全是这个 波动产生的幻象 佛怎么知道呢 佛看到了 佛有定功 我们看不到 听不到 摸不到 念头也想不到 今天的科学家 科学技术的进步 真正要突飞梦境 特别是最近的二十年 最近二十年的状况 汤恩比博士没看到 他已经过世了 他那个年代 地球上的物理学家 发现了原子 八十年前 八十年前 发现原子 认为原子 是物质里最小的 用尖密的仪器 能看到 最近这二十年 大幅度的提神 发现 发现 佛经上讲的 极为色 科学教的 微中词 或者讲中 微词 物质最小的 没有别人更小的 这个物质再一分 就没有了 科学教把他分裂 果然没有 佛经也叫做 极为之为 这物质现象 那从哪里来的呢 科学家找到了 把他打开了 发现 他是念头波动 产生的现象 让我们马上就回到 佛经上 佛说清楚了 相有现身 色有现身 一切法从现象身 我们明白了 那这就是 所有物质现象 整个宇宙物质现象 从哪里 念头诚实 这个被科学家发现 我们再回头看看 谭经 这我们很熟悉的 会能打算 套路人家所说的 开悟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那整个宇宙 这一切法从哪里 自信变现出来 自信是真心 二类也是妄性 那往心从哪来的 真心 迷了就叫往心 一念不去 真心变成万类 二类也把一真法界 变成实法界 变成六道轮回 华严经上说的 修道人 在今天 万元和方下 比什么都重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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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